蔡玲表弟伴辣妹申請救助招聚 曾經在捷運站與父親拉扯大喊不要回部隊 爆紅的蔡玲表弟蔡玲君昨天又有事了 明明是要跟父親到吉隆市政府申請社會救助 他卻頂著一頭金色假髮 穿著火紅連身短洋裝及黑色網襪 腳上還踩著高跟鞋 看見媒體採訪 蔡玲君不僅搔手弄字讓記者拍照 還說穿上女裝覺得舒服自在 並不會在乎別人眼光 我平常會做惡夢 然後我穿架子是 我這樣子就放鬆一些 這部隊被霸凌一到陰影一直弄到現在 常常醫院檢查醫生都有開正品 他是有為了開什麼問題 不過社會處認為蔡玲君已成年 有自主撫養能力條件並不符 所以拒絕父子的申請 蔡玲君父親表示 兒子曾經應徵過警衛 但已經看不懂中文 做沒幾天就被辭退 現在只靠自己每月一萬四千元的 退休奉過日 才會到市府申請救助 若政府再不幫忙 生活就真的過不下去了 董新聞就令你中槍了 報導